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不断糟糕的时候非常艰苦 所以到我这段想说这样要刷牙才可以 有时候这样的时候我才说 坚持 让这些儿子来受这个固定教育 今天能够人的时刻祝福 所以我的云人到现在已经达成了 我还是算不值得 这些以前就是我的云人 我以前20年我早期就来竞行车 但是我竞行七十多年了 我一直达土有五千斤的云人 但是达土有四十米 达起来的素质可有六百万斤 所以我身体达到这些都油肝都翘虚 对 所以的时候我一生它超级有够的 我们这个淀槌的盐都是中小的 我的小小的三回五回七回十回 这个中间大的时候大地上大地上有四十分钟 只有五十分钟 到他那时五点下午 Vine来 刚才我刚才提起来 不然沒有到我們這裡 騎著騎著 就去檳檢 就來收檢 到不檢 到尾時 煩檢 到做工具 收檢 大透五六千斤的檢 一個十一歲 一個八歲的小孩 抓他們 如果是這個風日 還要是出門去 到一陣子回來 回來的時候 已經八點多了 我還要去煮車 叫他們這裡 煮車之後 他們有時間 客家也拿起來 所以的時候 我的小孩 狗狗都是在這裡 生我會賠 就是他們老母要去煮車 就要爬下去煮車 這樣的時候 在狗狗立場的生我 大小孩 到六個 大家都是這樣生我起來 我們這個祖廊的時 四十三歲沒去 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四十多歲 我那時候就是負檢 無事 這樣 明天 要怎麼說不知道 那麥塞 多少 不知道 我們這個祖廊的 163公分的時 體格 那麥塞 打鹽 一大百二三個小孩 小小小小 有個暗影 這樣 做事的啦 為了小孩要討論那樣 做事的啦 為了小孩要討論那樣 做事的 那時候 九月十七歲沒去 接到十月沒去就比較煩冷 在哭說 爸爸 我要去看 好 沒在四人做 她好我也好 哭的時候 這個大小孩 看到我在那裡哭的時候 他在討論那樣 就說有痛的 等我跟她看 去教我爸爸 你不相信啦 我兄弟在那裡 絕對要讓你特性 你也願望 我絕對要做給你看 我雖然說 有修我安倫 但是那個心理 如果看到 所有人這樣 看到這些小孩 沒一個老婆 我也是疑童萬分 沒修在那裡 怎麼害怕 人家說 雖然帶小孩的拖棚 雖然帶小孩的拖棚 所以有時候這樣 我不想漏人的水湯 我以為 堅持來哭這些小孩 我這時候的名義也很重要 你還在附近這十幾個小時 大家說 那些人附近不去 今天可以哭這些小孩 人家就有那種的志氣 人家也要想 所以就是 他們老婆沒去 今天在家庭山 嚇到 這麼久 竟然他有這種的志氣 想到這裡沒拚不夠 然後那些小孩說 就帶著弟弟妹妹去園田 每個人啊 一二三四五六 通通的 通通都要 那麼這是一個理所當然的啦 那時候雖然練書呢 但是練書可以 說是一部分工作而已 我們小時候也沒有想到說 要掙脫那種苦日子 因為不覺得苦啊 反正人生下來就是這樣 要上學 然後回來就是工作 幫忙做家事 帶弟妹 那變成一種生活的常態 像我大哥以前在做那個 編炒系那種手工藝 那種代工 那他一邊就手在邊 一邊在書擺在上面 在念書 這是我們經常做的事情 還有我們在園田裡面踏水車 一邊踏水車 一邊念書 兩個人踏水車 兩個人都在看書 這也常常有的事情 就是一邊騎腳踏車 一邊看書 那更妙的是一邊睡覺 一邊看書 這經常有的事情 所以養成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習慣 睡覺以前一定要看書 沒有看書就睡不著 到現在還是這個習慣 我們爸爸很喜歡看三國演技 這三國演技就是我們高本的線裝書 總共是看過五遍 所以我們去研討 去打水車 或是去研討 去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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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會說三國演技的事情 所以這個三國演技就是很注重哀兵之際 所以我們爸爸雖然在那時候不是很散 但是他不會跟我們說他錢有錢 然後我們就很認真 會說要拿他欠錢 還要拿他打拼 所以如果是說去研討 給我們一些錢 都會再欠回來 不會說這樣亂不開 所以我們小時候就是我們爸爸 給我們大家覺得我們家庭沒有錢 所以就要欠錢 就要立正打拼 要來出頭天 我們童年都是在我爸爸的這些故事 或者可以說他的精神講話裡面長大的 可以說每個兄弟受他的影響相當深 他是對世衣非常努力地經營 這個圓田或是說魚 別人常常養虱目魚沒有養成功 他就養成功 所以人家養不成功就會找他去當軍師 去請教他 他也很會計算的 所以他常常說晚上在想東西 想到都會睡不著覺 一個深謀嚴厲的人也很節儉 非常節省 那麼本身也很嚴格 因為他是受日本教育的 小孩子如果行為欲舉的話 他有時候會痛家責罰 有時候甚至掉麻袋起來打 那麼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有一次到原田去工作 遲到 那麼 我爸爸就拿起竹桿 這麼的粗 那就往這個 這個腿一打 那一打下去馬上斷掉 這個以後再也不敢遲到一分鐘 那天天很熟 一方面就是我們爸爸對我們這個 我們如果有一些表現的時候 他就這樣跟我們當一些朋友親家頭前這樣說 我們如果快點一定不會說出來 如果有這個優點都盡量發揮 這個我們知道 這個人都知道我們這麼厲害了 我們如果沒有比較認真打拚就不行了 所以就這樣繼續認真這樣起來 所以你們沒有 你們就是因為都去到你們爸 都先說這輩子外出來了 沒有 大家那個天高 我才算不行 所以你們爸爸頭髮也很厲害了 他都先去跟他們聽說 他一直打到什麼天高 他已經打到什麼樣子 還有上車 他又是大鍋 他都做模範 對啊 他台車都打到美國去留學 然後他都被打到 所以他沒有打到 所以他沒有打到 也算說吃不吃就對了 所以說他 他們的小弟 我還是給他 所以他帶動起來 我一次去台北 看這個第三個招 誰呢 誰說 他說我如果是沒有認真打拚 回去就像我住在海口 回去就乾淨 不黏 就去 不然就去抓魚仔 不然就去做什麼 我怎麼扶到他就形容說 像他家人這樣會怕 對 什麼最會怕 他結果說我如果沒有認真打拚 因為我怎麼要做這個工作 他說沒有拚不可以 他會怕 所以他就是我怎麼用這個方法 就把他起來 所以他這樣大家打拚 都打到這麼厲害 我想我們兄弟能夠每個人都練到這樣子的話呢 可能第一個我們的頭腦不會太差 事實上我們都從國小到國中 幾乎都是前班第一名 甚至前校第一名這樣 每一個兄弟都是這樣子的 第二點就是說 因為我們大概都是想為父親爭光 家裡也沒有做生意的背景 那麼就是練書 那可能也是一種 可能是一種天性啦 那麼就是很喜歡讀書 那麼也認為就是讀書這條路 可以讓我們前途一直提升 我們兄弟那麼多人啊 常常有人得到博士啦 或是什麼人好像研究手啊 當然爸爸相當贏我們為傲 事實上我們大部分都練到博士啦 這超乎他原來的義氣的啦 他早年沒有想到我們可以練到博士這樣子 不管是激將法也好 或是愛賓知己也好 西家兄弟總算是不辜負父親的期望 各個揚眉吐氣 但是另外人不解的是 一個作業的工人收入微博 怎麼有能力去負擔得起 這麼多孩子的學費呢 西家兄弟怎麼能夠有能力取得 美國的博士學位 我們是漁文也好 或是鹽田工作也好 西家兄弟從小就學會了 和大自然和大海活動 李美山看起來他們認真讀書 是為了擺脫窮苦的鹽田生活 但恰好相反的 鹽田的生活 正是支撐他們一生奋鬥的 一個重要泉源 他們說不管他們走到哪裡 心中總有一片鹽田 總有那一片大海 一起來聽聽謝家兄弟的故事 我就是有六個孩子 剛才是家有補書 第二的是他們補書 第三的是三民主義的食俗 第三的是 三民主義的食俗 第四的是 四肉就复俗 第五的是 公田复俗 做小孩是大學畢業 我家庭現在目前是四個兒子是复俗 一個兒子是食俗 一個是大學 我是非常安慰 非常非常麻煩 我爸爸生了五个男孩子 一个女孩子 那我们都在教育这工作 只有妹妹也在企业这工作 我本人是在台湾四大 公教去教书 那我教教的是单精骗 在四大这样已经18年了 那么也是越教越有兴趣 那么其他兄弟我想也差不多是这样子 我目前在淡江大学专任 教的是一些音乐的通试课程 跟影音制作 跟音乐的制作方面 那么也在辅仁大学音乐研究所 还有音乐系教课 除了教书以外 就是写了一些著作 我祖父呢 他虽然是以语言为生 可是他二十岁的时候 就是诗诗老师 那么晚上就到邻村去教汉文 字书五经千字文三字经这些东西 我祖父他也会弹琵琶 也会吹冻枭 拉扶琴 打扬琴 还会作诗啊 那么事实上我们的叔叔他们也都会作诗 那么我爸爸呢 在日记时代就能练到小学 毕业也是不容易的 所以他也在自然 很自然的在闲暇的时候就会看书了 就是说我祖父呢 还有我们家事实上都是有很深的那个汗血底子啊 那么可能这一点也会影响到我们练书的随意里面 练书做这一十千金 换铃托四岁 我想我这一生就是在原田 还有就是在做养鱼 或是补鱼的生活 我想对我影响最大的 就是在这个体力上的 所以即使现在我50岁了 但是我还是可以一天工作16个钟头 一年365天不会觉得累 原田工作在什么 变成坚强而且乐观 任何事情都把它当成是一种生活过程 所以既然它是一种生活过程 好的或是不好的 都没有影响啊 也都不会非常哀伤 以前我们都是上学马上下原田工作 一有时间马上抓起书本 在几分钟之内马上进入状况 没有预备起 我现在写作也一样 我练书也一样 我们这个真的是训练出来的 因为你没有时间 你一有时间抓到书马上要进入状况 你在一边工作你就要一边构思 我很多作品很多创作在车上可以完成 回来就马上写出来 这个训练是很重要的 这真的是训练出来了 我的求学过程是相当的漫长 那么工作了几年 然后又念几年书 然后再工作几年又念几年书 这完全是要耐力 那么我们原田这个海边的生活 刚好可以磨练到这一点 其实说我们有时候生活 譬如说我在纽约 有时候在那个售后区 住得很小很小的地方 但是我心里头永远是有那个壮阔的那个海 虽然在那种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我心中不但是有原田而且是整个这个海域 我们还是有所这个憧憬 那至于说抵抗或者是对抗这个恶劣的环境 再怎么热 我想也没有以前的原田的热 那是烤的热 冬天非常的冷 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满地都是结窗 那么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面 我们常常在想 这一辈子虽然遇到很多困难 怎么样再也不会比以前更坏 也不会比以前父亲他们那一辈的更坏 所以我们一定要更求进步 更求克服这个目前的困难 这是整个大环境给我们的影响 也是我们父亲给我们的影响 这个地方 谢细商住了将近半个世纪 目前他的子女都没有和他住在一起 但是他们还是坚长地回来 因为这是他们的家 也是他们的心灵的故乡 退休的谢细商 已经不在做盐田的工作 只是偶尔种种花生 过着非常惬意的生活 但最近很多媒体报道 他是很多博士的爸爸 让他这个地方顿时成为一个观光的景点 我们带你一块去了解 这就是我的研产 我买的时候 白带的研产 40当 但是 我到现在退休 它两头 这个茶参清 打到这样 经营 那我一直在这边 民國八十三年 這個八月娶別人 他去生政府保安父親後回來 社會人物有好奇心 是說鄉下的家庭 哪有這種 所以大家都要來參觀看你 今年三月開始 這就是八十七月 這就是九十六月 都國中的老書 都用三十月的車來 來這裡到豐盟 來參觀豐盟 電醫師也有來 剛來的都說 我這裡是風景區 都叫我復師伯 好 今天三月到這時候 在豐盟人家多少來 不知道這樣 當時帶來那時候 岩队還沒打 我到我爬去岩队上 這樣就是開港公園 幾百人在那裡 我說一陣子 他在聽聞 大家都學校修 拍一拍的 他在聽聞 我剛才說 可比說 都要在水靈 就對了 水也是 笑得大家也很開心 好玩 他拍一拍 我一生就是都 勞動才出現的就對了 我拍攝的是 拍到那些獨三人說 拍攝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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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 受到人的侮辱 我怎麼有那種的志氣 所以的時候 我會聽到的是 目前國語 和生活的目標 都有文化 有教學 有教學 所以我這時候 也很穩定 很穩定 很穩定 在這個世界上 每一個人都有一些夢想 但多數夢想 都不幸地破滅了 而燕田工人 信息上的夢想 卻很幸運的 都能夠一一地實現 而這個實現 其實不是運氣好 而是個性使人 其實他照顧小孩的方法 就跟他照顧 嚴重的餘溫是一樣的 那種耐心核心 那種碰到現實挑戰 而努力解決的精神 這是他的夢想 能夠實現的真正理由 今天大家